随着网路跟交通的进步跟发达 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地球村的概念 以国际福人社来说 不仅遍布全球 台湾地区到目前为止 也有700多个福人社 福人社一直结合许多工商企业的力量 不断地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受到各界的肯定 2019年3月16号晚间 国际福人3461地区 就在台中市长龙饭店 举办社长代表 即捐款表扬大会 有各地区的600多名福人社友参加 3461总监张光雄 国际福人社社长代表郭继勋 除了来上一段即兴演出之外 也都上台致辞 感谢社友们的热心捐款 3461地区的年会 要在明天举行 那今天晚上呢 是我们欢迎 国际福人总社的社长的代表 还有我们有一个这个保罗哈里斯之友 那因为我们3461地区的社友保券呢 都非常的慷慨解囊 所以呢 我们有383位的这个保罗哈里斯之友 每一个人都捐了1000块美金 我们很感恩3461的所有福人社友 用他们的爱心 把爱心奉献给全世界 把我们的爱传播出去 因为他们的爱心 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儿童 让他们能够试制 能够念书 帮助全世界我们的人们 不会再受到疾病的威胁 在16号的晚会之后 国际福人3461地区 2019年会 17号选择在中兴大学的惠孙堂举办 有3000多名来自各地的社友参加 会场内外还举办画展跟园游会活动 3461总监张光雄说 今年以来 3461结合了运动 艺文跟公益 激励社友 成为励志的领导者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在上午9点左右 亲自出席2019的年会 卢秀燕市长说 自己也是福人社家族的成员 他非常肯定福人社 注重人道关怀的精神 在2019的年会当中 总监张光雄 还特别请家人上台 跟大家致谢 张光雄强调 福人精神就是要激发自己照亮别人 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公益 福人精神才会发光发热 在晚宴之后 还有一场丰富精彩的表演节目 除了有两位风趣幽默的主持人之外 西民山宫演艺科的同学打头阵 演出精彩的啦啦队热舞 另外还邀请著名的吉他乐团演出 加上福人社友 跟眷属组队亲自上台 赢得现场贵宾的热烈掌声 国际福人3461地区表示 2018到2019 已经举办了包括反独宣导 海内外议诊 环保众数 关怀弱势团体 跟各种艺文展览 而且透过网络传播 加强宣导各种公益慈善活动 希望让我们的国家社会充满正能量 共同打造幸福快乐 富足的文明城市 记者陈文旭 南宇熙 陈俊宏台中报导 金吉津宇熙 金吉派中域 加强宇熙